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短线有转强项现象已经非常明确了 可是实际上面关于加仙指数中期的位阶 我认为它还是一个短多中空长多的格局 所以现阶段稍微把这个策略拟定出来 我认为最佳的一个策略 还是如同我上个礼拜 以及连续的五个交易局跟大家报告 我知道现阶段中空的格局还没有扭转 可是也因为在这种中空格局之下 才会创造出很多股票好的买点 那一定是把这个趋势性的多方 如果没有改变 当然是趁着这个利空中压大买 好 今天加价指数能够在国际股市当中 今天在全球的股市 至少在早上的一个亚盘开盘 入股尾盘是中错了3.5%还是4% 亚股全线向下走低了这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加价指数能够这么强呢 主要还是刘老师先前跟大家报告是说 下一波全球股市如果要呈现最强的 它一定是低本益比高值率 有投资价值的市场 才会成为全球资金回补的标的 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一点详细的办法论述 你可以看到短线 过去加价指数从6月5号这根长黑破坏之后 其实一直维持着在9350到9200点 最低到9170一个横向相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第三个交易日 站稳这个相行以上了 等于是说除了9170三日不破底之外 今天连这个9350到9170相行也已经正式站上了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我认为 短线的一个指数是机长机对反向操作 可是现在既然相行已经让它站稳了 那你的策略应该是要压回去寻求一个向上布局 做多的一个机会的 我们说这一个多投一个向上格局 理论上面对称测量 有机会乘以1.618倍向上 那至于中空 市场上面比较大的一个疑虑是 高档区有一个三寸头间顶 这里还有一个大景线 而且整整套牢三个月的压力 今天刚好顶到这个压力带 那大部分的市场会很疑虑是说 接下来盘式格局会不会反弹 撤景线之后一个波段向下回撒 那我说其实第一个这里 最大量的地方是在10014 这里不是原始层级的三寸头间顶 我们尊重这里压力就好了 可是回来基本面 刘老师为什么在9280 这个位置告诉大家 用基本面来看是4.85倍显示 这里就是长线的底部区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买什么股票 公关点的问题 而且趋势性的一个多方 日周月的主升段 从9220到3955的上涨低大量涨了5265点 从6609向上的大主升段有没有结束 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是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大原则 大长多数格局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当然是趁着这一步的利空 类似这样的过程里面你才可以买到 上个礼拜刘老师在6月18号冬午节 礼拜四休假之前跟他报告 如果宏达电的时间没有那么快 你把大部分资金集中到刘老师 帮他挑选出来 我们想办法类似像可乘一样 帮大家挑出一涨有机会大涨 五成一倍的股票 我把它命名为冬午节礼物 送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那这样股票今天就已经涨停满表态了 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如同我在6月22号的时间点跟大家讲 除了9170这个低档区的 W底行已经站稳三个交易日之外 现在连这个低档区的箱形 也站稳三个交易日 我们如何近期至少极短线的短波 底部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现在以选股来说 唯一的问题就是 想办法去选有哪些股票 还有一个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然后顺便去回答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说大家关心的今天来讲 一定是加权指数最高点 然后要9500点 看到这个大景线的压力 心里面有疑虑 那到底会不会过呢 这里是不是高点呢 是不是反弹波呢 我认为回到基本面 回到基本面就是看这几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叫2330的台积电 今天已经来到146.5了 这个是刘老师在139块钱 要大家破底重要大买 今天已经拉开7.5块钱的价差 预告它是外置无风险套利的一个首选 那如果台积电走强 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 联发科首稳季线 然后今天会翻洋 那今天是季线翻洋买讯 原先在434那边只能有一笔多单的 今天我们利用一个机会 就加码到三笔 昨天跟大家预告底部确定 你看到买讯存率就要加码 今天一口气大涨11块 如果你可以在368块钱进场布局 这已经拉开64块钱的价差 更重要的是 来 这个是7天之前回测94块钱 要大家重要大买 跟它预告会喷出一波的红海 今天由于股东会宣布说 额外加码0.5块钱的一个鼓励 那你在100块钱不到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等于殖利率还逼近了5%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太大意外 我们去追踪一下红海旁后的买卖超 我想外资会针对它做一个积极 区补买进一个动作 好 那我为什么说 这三档股票很重要呢 好 其实这三天 这一个礼拜 刘老师每天讲的 也不过这两三档股票而已 因为大家现阶段全球 最热门的一个讨论一个逻辑 都是类似像上海综合指数 今天尾盘中错了365%还是4% 把这高档区的N头一个形成了 由于融资创下了两兆的一个新高 而且你看这个股价剧烈波动 那根据过去以往的市场移行里面来讲 高档区陌生洩行出现了第一波急杀 就杀了14%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个反弹过高 这里可能是一个B波反弹 接下来还有一个主阶段下杀 好 你现在应该去看看 为什么刘老师跟他预告一个向上泄行 会有一个向他急杀 尤其是类似我们加权指数跟 上海综合指数联动向保护生 反而23块以上是一个向下泄行 你要注意一个波段急杀向他反转 未来是类似加权指数 在类似保护生这样子14倍以下的本益比 当初11块4或者是原下 好 当初在50块以下 他们周线都是向下泄行 刘老师跟他预告这些股票 好 有机会在周线向下泄行一个状况之下 喷出大涨5成1倍 好 你要去买当初价值被低估 而不要等到像网加后来也是大涨1倍 现在你一定要是要去挑出类似 当初我们讲的周线向下泄行 然后底部完成之后喷出7涨 在底部去起涨股票 才有投资价值吧 而不是等到保护生拉开到23块 都已经 我们都已经大赚8成获利了结初心了 市场上面这一个月才在介绍这两款股票 好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从基本面来看 好 那我们加权指数有没有机会复制 我刚刚所说的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都是底部去才刚刚形成起涨 那么对于大部分所有投资朋友来讲 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好 如果加权指数有机会 按照我们规划一个组成段向上 那你不要等到这盘式格局 真的如果我们过了100一次 再去做一个进场布局 我认为如果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一定是掌握一个原则 利空的时候就在低档区 好的股票优先就是重压大买了 好不好 好 我想我们马上拉回来 刚刚刘老师跟大家说的一个主轴 好 这是2330的台积电 今天非常重要 那今天可以把成交量产补出来 今天加权指数可以额外拉开这个79.0涨势 最主要是昨天补量不足的台积电跟鸿海 今天可以在国际股市一片纷乱 昨天美国股市重挫180点的过程里面 赶快挺身而出 赶快补量 今天红K拉台 一口气拉上了季线 而季线扣底值 现在在这个三角形的地方 它大概都在147块钱以下 为期三个礼拜左右 那等于连台积电的季线也开始翻扬向上 那我们刚刚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好 这里9500是不是反压带 第一个台积电是不是站稳这个形态了 这不是加权指数类似像 5月盘整区的9500点有压力带 如果台积电已经补量越过站上 而且确认是第三波主升段 应该是1.618倍 而且季线今天正式翻扬向上 那这个盘式格局9500点会是压力吗 好 林老师是在台积电破底的时候告诉大家 其实无论从技术面怎么样看 台积电无论如何都已经全线已经走空了 就像加权指数在9170 好 可是刘老师说 技术面只是少部分时间的一个参考 最重要回来基本面 你已经看到联发科往上走了 以及红好往上走了 那台积电也有开始进入营收落后期 好 我们跟大家报告到就是说 营收有机械远 你由于市场预期的状况之下台积电非表态不可 真的拉上去一波了 这个时间点是在6月8号 139块钱要大概重买的时间点 好 而且第一波拉高到6月10号重点144.5 不是还有一个二浪压回正当马讯会止点 好 你认为这里是压力压 好的 要是告诉大家什么 一基本面来讲这里是第二波回车的马讯 你在140多块钱的时候还是要再加码 更重要的在6月17号 当联发科拉出去 第一根关键信中传红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细品预估6月跟7月落底 所以联发科又是6月开始拉货 那台积电什么时候表态 当然就是这几个交易日 只要补量过了这临界压力 转交量就出来了 甚至于在QE宽松的背景之下 他一定是国际资金抢买 跟富邦金一样优先回补的标的 好 6月23号已经正式重叠了 怎么样看你都会觉得 这里是一季出面的空头 可是六号是不是告诉大家 要确认第三波 好 为什么 因为4月营收已经753亿 5月营收701亿 台积电营收会远远优于市场预期 昨天台积电加全指数 少涨这0.5块钱 把加全指数的一个位阶把它撑高 好 我们告诉大家其实 只要补一点点量 就有机会化解这量价 杯的余力 今天台积电就 如同我们预告冲出去了 那另外一张股票 是2317的一个鸿海 非常重要 今天股东会公布是说 原本是3.8块钱 额外再加发0.5块钱这个 现金股利 等于他的现金股利 高达3.8块钱 然后又发0.5块的股票股利 今天是一口气带跳高 创下了整个波段新高 那非常重要 未来这个三尊头肩鼎的形态 三尖头肩鼎的一个形态 尤其季线的连续的十个交易日 以趋势性的方向来讲 扣底值是往下走低的 那是季线是不是开始 往一个高角的柔角翻扬 所以9500点 会不会是加权指数的一个压力呢 如果台积电已经确认主生乱 过9500要往上冲了 如果鸿海为期大半年 八个月的三尊头肩大底 假设是99到83 这16块钱等幅相对应测量 鸿海有没有机会 如同刘老师跟他预告 这个压回来季线在94块钱的位置里 是鸿海给你机会 还有喷出一波的机会 而且只要补量 就有机会再喷出一波 这是6月22号的一个 好跟大家讲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第三波主生断 那孔室又是工业4.0的一个概念股 在6月23号的时间点 在鸿海有一点点稍微补量不足 我在找盘一个时刻点 请我的会员朋友短卖了1.2的资金 获利了结第二笔 原本预设是说加权指数 刚好回来9500点这个压力 想要做一个低阶的动作 没有想到今天鸿海以加发果列的方式 直接跳高直接上去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地盘区买到的一个持股 就更加不能卖了 现在鸿海只要连续在一个大型态的景线 再去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守稳 甚至于放量突破 我认为鸿海的一个最后买点 可能你最近不找到一个很积极的加码点 整波段的行情都会错过 好不好 好那更重要的这两股票叫 254的联发科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形态已经熟稳了 那注意 其实季线今天 因为扣底值往下 所以今天就会翻扬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季线正式相当发言 翻扬了 我们是在5月7号 联发科下杀到368块钱的时候 由于低本益比高值率 好股你懂得重压大买的话 它已经出现空头捷径 就像 来 这个是9块多的一个群创 后来涨到将近20块 甚至于6月12号的时间点 我告诉大家 因为台积电当天 已经重叠144块5 好 那再加上 我们已经去追踪 联发科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 比较密集出货的一个动作 所以刘老师告诉大家 你开始要去注意 联发科 从下游的封车场 回来了一个消息 这一波应该是向上冲 组成段 至少目标看到这里了 那这两天的一个回撤这个买点 好 廖老师说这个是6月16号的位置点 我们请大家415先买第一第二笔 而且预设如果在明天看到418 要再加码第三笔 好 隔天就直接买进去了 按照我们规划直接往上拉 到今天为止联发科 按照我们规划拉到432块 刘老师是每一波的一个波段转折 不断的不断的跟大家预告 好 好 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档股票 好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从细品 回来台积电 回来联发科 那更重要的 好 有一档股票是做联发科 搭配出货做感测IC 我为什么今天拿这档股票来跟大家报告呢 因为对于今天加权指数 相对来讲是将近大涨1% 你可以看到宏达电的今天的一个走势 还是相对弱势 那廖老师告诉所有投资朋友说 其实不论宏达电不论指数在哪里 你顺势操作绝对有希望 如果宏达电真的时间波还没到 我们把资金集中重压 好 去做新的股票 现在的问题就是想办法挑出一档 会再涨5成1倍的股票 你要把宏达电撞回来的机会最大 好 类似像当初的可乘 类似像前一波的台积电 好 我在6月18号的时间点公开跟他预告 来 这档股票在90块钱上下 那接下来我们唯一的问题 就只剩下说 买什么股票公万点 我在6月18号整整做了一个专题 我特别这样就写说 买什么股票公万点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直接的答案 就是买基本面最快进入拉货期 进入旺季 基本面持续向上的股票 好 廖老师说 记得来跟廖老师领东午节礼物 这张股票 好 他有机会复制联发科 在418块钱以下三尊头金旗行 站稳了之后 一突破 应该就是至少一两根掌停板的向上喷出了 来今天这张股票 好 你当初看到的这个三尊头金旗行 就是这张图 好 今天已经拉到101 这是我们在4天之前 冬午节的时候 跟他预告 复制联发科 三尊头金旗行 有机会喷出主身段的股票 如果你可以在90块钱以下进场布局 好 来 今天东午节礼物 我在今天早上的时间点 还有我的会员朋友 只有两笔的人 突破95.6 96块钱 就直接加码第三笔了 这张股票今天 好 掌停板了 他其实是说我们宏达店当股首单的二班 我们总共重压了六成的一个总资金 甚至于今天都还是加码 这是刘老师上个礼拜 我跟他预告的东午节礼物 今天这张股票为什么突破主身段的形态 我昨天还跟他预告 股票帮他挑出来了 好 不要气馁 宏达店一个向下 好 我们把这个三尊头金旗行 即将喷出主身段的股票 把他掌握起来 好 你所看到的6月18号就是在这个位置点 好 其实早一点点我在83块钱 我请我单股所单的会员朋友 当天直接中压到买四成吧 宏达店的资金拿来买他 好 在83块钱 这是87块钱 好 那今天这张股票已经拉高到这里 突破三尊头一个大W底的形态 那理论上今天带量去进行一个突破 另外一个关卡再去突破 我认为主身段就是高角度的洋角 直接向他喷出了 好 宏达店从廖老师跟他预告的位置点 到这个位置点 今天是一个变盘转折日 还是持续相对的弱势 可是廖老师跟他预告的当股二班 今天已经如同我们的预告 喷出到这个位置点 好 其实早一点这张股票 我们从50多块钱就开始进场布局 70多块钱进场布局 好 所以廖老师说 问题非常简单 包含这张股票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加码点 你不要错过了 那以及 宏达店下半段回来 廖老师会直接跟大家报告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 挑什么股票来去攻万点 好 挑一档有五成一倍实力的股票 你就会绝对有希望好不好 你如果可以在83块钱进场布局 好实际上你已经大赚18万了 这已经是拉开21% 我们是用1000万元的资金 第一第二笔就直接买集中加码400万 突破形态的时刻点88块钱那个位置点 再加码200万总共600万资金 只集中做一档股票 我们当股所当的群组 集中布局这档股票 好 所以廖老师说 其实真的股票比较多 我们就想办法精挑一档 类似像当股所当宏达店 二班的这档股票 那我认为最后的买点 就在倒数计时这个位阶了 好 其实这档股票廖老师当初 我们在6月12号当联发科 从细品台积电联发科 的一个供应的一个脉络 我就已经事先跟大家预告了 那其实基本面那个脉络 如果你把它持续详细的掌握好 我认为要接下来一档一档 个股票挑到有机会 攻击博主生的股票 绝对不会太困难 我今天还额外挑了一档 类似像上个礼拜五 这个W底星成星的IC设计股 也会带着新兴的朋友 做一个经常布局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鸿台天的希望 到底在哪里勒 好我想 你把这个希望掌握住 好不好 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 汽密窗 - 专利复合式倒快 - 虚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 额牌汽密窗 - 二九八七一一一一一 -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 贡德头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雇德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雇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雇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雇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雇 雇德投雇 哇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浩荒 精品家具 一次高温的买期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静现任时事中 好 来我们现场 那这是宏达电 廖师昨天跟大家讲 今天是最后一个变盘转折 明天是比较忌讳去开低的 那由于其数到这一根长红K 那距离72.7刚好是Bug交易日等于 RSV 今天其实有一点点KD值也已经死亡较差 而且连续7天是一个空方量价 那其实刘老师在6月18号的时间点 跟大家报告是说 我们想办法挑出 基本面已经刷先向上 而宏达电至少在7月10号营收 还是比较弱势嘛 在6月18号的时候 我告诉我会没有说 79.6不适合去跌破 一跌破另外一波下沙 宏达电你只能留最少最少的一个资金 甚至于你要打一笔空单 去做一些保护跟避险 你直接先把所有资金 集中到这张股票 集中中央大买6层的资金 今天这张股票已经喷出到101块 是大涨21%了 宏达电已经回档 这个25%了 礼拜一79.6一跌破就向下沙盘了 我们说不适合去收破的 这是22号的时候 23号的时候我告诉我会没有说 72.7的低点在76.6 76.6必须守 不能够失守 如果76.6一失守又是一个击杀 昨天76.6又一层跌又向下击杀 好那我们跟大家报告 明天是关键变盘转折 那今天还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宏达电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点 如果连6月10号那个爆量低点 一开低引动的又卖压全线出容 而且比较忌讳的是开得太低 那所以 其实宏达电的希望在哪里 如果你把资金转到鸿海 如果你把资金转到台积电 如果你把资金转到联发科 如果你把资金转到我们的当股二班 我相信宏达电是绝对有希望的 好不好 这几档股票 刘老师这两三档股票 每天每天跟大家最终 每一个细微波的一个转折 好那所以这最后一个光卡突破价 最后一个买点到底在哪里 以及宏达电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详细内容可以直接下询 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好吧 与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上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核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 最专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平时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当主营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顾得投顾 今天来到台中收到 天气好好 你发电你来的 阿伯 你阿伯不行啦 我还不太用 他哪有不行的 家 通通不行 骑车时安全措施 不能少 不任意 变环车道 远力大车 保平安 有限 你让新人 注意安全 再重行 OK 骑乘机车 安全才行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6只瓦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机的 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降温的冷凝效率 达到冷气的效率 在背面的进气孔 设置了大片的棋片冷却网 散热网上方是一排洒水孔 启动电源以后 洒水孔会间歇性循環出水 把棋片冷却网淋湿 大面积的往潮 会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能 转化冷却为冷空气 用水面才能用射击网 让它能防效 那麒麟 我现在不是凉 是冷 那麒麟有的 我去夾到皮了 这一下就降火灯了 你看看 开始那个电风的渠 吹是冷气的冷风 所以你把它吹 你一直把它吹 绝对会好 为了证明 吹出的是降温的冷气 我们在室温30度的环境下 用温度计测得 熏风冰风暴雪冷气 测得为26度